太阳雨 一名女孩子未夺雨跑进她的伞下 她是蒋南孙 这是她与朱索索的第一次相见 朱索索是新来的转学生 很巧 他们成为了同班同学 今天小安一起从头看一下蒋南孙的衣橱 这个画约时间长和看起来依然实用迷人的存在 时间条回到二人的中学时期 本以为和朱索索的相视只是同班同学的情谊 但没想到从此之后 他们成为彼此的陪伴 心影不离 校园内他们穿一样的校服 剪一样的发型 但细微处却不一样 南孙喜爱手提黑色公文包 头发侧分别上发卡 索索则中爱单边背双肩薄 头戴素雅的头孤 校园外 南孙喜爱用微领白色衬衫搭配潜色长半裙和背带裙 而索索则中爱圆领上一家半裙 并有不同的一次是当和宋嘉明一起去海洋公园时 这一次索索依旧是圆领 带领小楼空图案的这边下摆上一配白色半裙 而南孙则是方里和夜里不细节的吊带衫格纹半裙 不过这段时间有一个习惯没有改变 南孙喜爱将上衣收进群中 而索索则中爱将上衣放松于群外 一番唱会游玩 宋嘉明为南孙和索索留下自己的电话 不过在二人洗脚玩闹间 他就那样飞出计程车窗外了 中学毕业后南孙继续升学进五高中 因此装扮同中学时期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颜色依然以黑白灰为主 款式也相近 条纹衬衫白色半裙 白色衬衫灰色吊带裙 但当五年后南孙开始职场后 时装设计部助理的日常就是这样 穿梭于不同地点取样品 地材料 南孙也不例外 放下时装样品后再细看 还真是细节满满 白色衬衫 清卡洁色裤子 穷钱的扣子会敞开几颗 腰间搭配洗腰带 基础日常拥有一定的松弛度 赶时间的话 拿上黑色手提包 边走边将毛衫搭与搏肩 与好友约一起吃饭 也可以随意套上一件宽大厚度适中的西装 对了 不要忘记玩及袖口 身裙中戴上墨巾 态度满满 一切恰如几分 时间来到他们27岁的时候 长椅上二人面对而是长驱的海滩 感叹时光的流逝 微风吹服下 男孙的发烧衬衫的领口 媳妇的下摆随时微微晃动 二人间的谈话也在引领画面不断的切换 向前 男孙的衣橱依然离不开黑白回中性色 白色套装 黑色内打 腰间搭配金属满腰带 时而出现落日般的僵黄色和少有的耳尸条 突然电话声响 是索索回来了 见面后男孙想要告知索索卸家要破产的消息 但他抓紧时间为自己打算 不过在得知他本就打算离婚后做罢 黑色裤装 白色内搭 为收腰的宽间细服 回来后看到前台模样差不多的样品服装 果然 作为时装设计师男孙首选一定是自己的时装 这大概就是最直接的带货了吧 影片的最后男孙机场送别所索 白色衬衫 袖口略短一塌灰黑条纹细服 黑色裤装 同色腰带手抱 腰相呼应 男孙的衣橱一直是精炼简单的 几件好穿的单品和饱和度偏低的色彩不细 就足够展示实用流中的随性之美 与此同时如果仔细分析每套造型 又会发现微妙的不同 它可以是虎泼色的鸟扣 可以是手包上的纹路 可以是胸结腹着的褶皱 还可以是领口微微堆积的层次 就是这些微妙的面料纹路 让男孙的单品在他的身上多了一份耐人寻味 这样的细节也让我想到了 MAC曾在采访中说到 日常功能性是基础 但他们也喜欢那些不是纯粹只是实用的东西 他们尝试为服装增添魅力 而这种魅力有时就体现在细节上 比如那些不成为实用诞生的不起眼的风险或扭扣 很多人对了MAC的评价也正是如此 功能与实意并存 如果将男孙的衣橱换作一个系列 也是这样了 因此这部八十年代作品中的服饰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才依旧实用迷人 即便不舍 这场离别也在所难免 十年 想当心 所所相识相知十年 只是这一转身 此后 还是真就在五年了 这场离别也在这一转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